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大市懲患局,精彩再過股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升至70點,收報28594點 成交仍然不活躍,只有680億 大市繼續沉悶,可以說是橫行 雖然在敏感小三角上,上下波動 但基本上擺脫不到28000至29000之間的上落市價局 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很悶,悶到飛起,悶了多久?一個月 其實在6月中的時候 即是6月19日,下旬 開始衝上來之後 就在28000至29000之間 今天都7月25日 過幾月,真是很悶悶悶悶悶悶 他今次五窮六月七翻身 就在6月開始翻身 去到7月的時候,相反就比較悶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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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悶� 去上海與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見面 第一,看看他們會有什麼談 適逢他們星期三那天 亦都是聯儲局議息 即是7月31日議息之後的會議 一般估計會減息 現在估計是減0.25厘 說過很多次,不要太大上頭 都是減0.25厘 減息之後,究竟會怎樣呢? 會有一個聲明 聲明說什麼呢?重要 除了這兩樣之外 其實在聯儲局議息之前 今天即是星期四 歐洲央行應該會召開會議 就會議息 雖然市場預期今次減息機會不高 不過 對於之後減息的機會 憧憬很大 現在一般估計最有可能就是9月減息 看看今晚 歐洲央行會不會有一個好消息出現 這些種種的事件 有機會令到港股擺脫上下牛皮市 但是現在仍未擺脫得到 未擺脫得到之前 其實資金 不願意入市 成交很低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東西去玩的 去玩的東西 就不是大市 不是大方向 而是什麼呢? 而是個別股份那裏 所以就說到 個股仍然都很精彩的 就是這個原因 什麼股份呢? 很精彩呢? 首先我們都是說回 今個禮拜 我在《投資利潤州海》都說了 那些藥業股 是比較精彩的 今天恆子成份股裡面 升幅最大的那隻 就是這隻 石藥 石藥今天升了 6% 恆子成份股裡面 這隻升得 挺不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事源國家主席習近平 召開了全面深化改革第九次會議 堅持中西醫並重 推動中醫藥和西醫藥互補協調 刺激到藥業股就好些了 這隻股有沒有機會 呈一個大箱底向上呢? 如果是的話就要先突破 4月9號高位 這個高位是16.26元 如果突破到的話就是雙底 那就反彈好些 如果不行的 現在上網也是有機會 去回大概15、6元這些水平 就是挑戰前浪頂 走勢上高呢? 其實中國生物製藥 就還要靚一點 因為它已經是呈一個頭肩底 突破頸線了 今天升幅沒有石藥那麼多 但是也有3.7% 收報9.59元 頭肩底突破了 後秋做了 經常我都說如果可以低一點的話 就低級了 如果有什麼頭雲新興 大市 震下來 8.9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想 因為始至頭肩底突破 而這個石藥 它這隻就有機會先衝上去16元 中國生物製藥 落到8元之後 按這個量度升幅計 大概可以去到12、13元 起碼去到前浪頂的水平 就是去年7月這個高位 除了 醫藥版塊之外 第二類比較精彩的 今天是手機、5G、晶片相關這些股份 以手機設備股來看 最強勁的 叫做富志康 這隻曾經是恆子成份股 今天 現在不是了 跌得很慘了 今天急升 22% 收報1.05元 這隻股份 事源上升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就是 它做iPhone iPhone今年的製造量 估計跟去年差不多 大概7千萬到8千萬部 市場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很怕iPhone製造的量會少一點 因為出鏡賣不去 所以現在說出來 第一個好消息 訂單的數量應該不變 第二個更加刺激到好消息 就是 它主傳 會做華為的手機 所以刺激到它們 噴一下上來 這隻股 現在都比較是一個憧憬式的 我覺得你可以等一等 這些股 就不用那麼高追 你說去回九毫 九毫邊這些 才是考慮的 止蝕位放回去 6月17日的低位 跌破八毫二 跌破八毫二 止蝕了 如果你說九毫邊那些 博它什麼呢 現在上來 就是不要那麼大上頭 我昨天都跟大家說 現在炒股 這段時間不要那麼大上頭 一下我們去回兩元 那當然是難 現在才是一元邊 是吧 但是你說有沒有機會上來 過二過三這些位 都有機會的 就駁住這些 這樣先 好了 除了這支手機設備股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支手機設備股 都升得挺厲害的 譬如有隻叫酷派 浩派 2369 今天升更多 升26.9% 不過那些細價股 我們不要理它了 而和富士康是姊妹公司 有隻叫鴻海 6088 今天就升8.9% 那隻和這隻都有 幾大關聯的 這間做得好 生意多 那間可能都有幫助的 另外 譬如有些細一些 信里732升5.4% 通達698升3.4% 而昨天急升那隻 驚訊 做天線5G 今天再升4% 那這些 5G設備 那些手機設備 那些股 說完了 另一類 就是 芯片股 說完這隻 中興通訊 這隻和5G都相關的 因為這隻股 都是基金外股 今天走勢都比較漂亮 有凸頭的 今天衝了上來 升5.3% 走勢都不錯 挺好 有機會 上回去之前這個高位 因為這個三角形突破 這樣算 去回之前前浪頂 27.7這些水平 有機會 如果回到24 24元邊 是可以想的 止洩位不用放那麼低 跌破 7月22號低位 22.15元 就應該要止洩 所以就要低點買 大概24元 薄去上回去 27.8元這些水平 5G手機設備 講完之後 去芯片股 芯片股 中興 今天就升4.4% 收報9.11元 一個小雙底格局 有沒有機會再衝上去 都有機會的 再上回去 又是了 就不要大上頭 不要說升得好多 現在 都是九個嶺 不到10元 如果很幸運的話 就是 它一浪高於一浪 現在調整來 這次這個浪 可能高一點點 就去到10元左右 所以 都是回到九元邊 九元邊 就考慮了 那止洩位 如果你說 我等到到這裡 這麼低才止洩 恐慌就太低了 因為現在這些市 都不是薄這麼多的 我就覺得 24號低位 8.7元 或者你最多放8.5元 就要止洩 即是說 九元邊 8.5元止洩 上網 9.10元 記住這些市況比較悶 不要那麼大上頭 其實除了這支芯片股之外 今日 華雄這支芯片股 1347 就升幅比這支更加大 就升了5.5% 所以剛才說了 就有 這個 藥業股 即是1093和1177比較好 另外 就是手機設備股 例如好像富士康 因為有消息 就像它大升 後它回吐 就可以 可以考慮 它有一支 姊妹公司叫做6088 鴻海 都不錯 接著就講到芯片股 就有這個 中芯國際和華雄 還未完 還有 好像 賭業股 豪賭股 每一支都未破頂 但是賭業股有一個 破頂的 就不是豪賭股 它就在柬埔寨做 還有它有機會 進軍去到俄羅斯 這支叫金介3918 這支股 今天升6.6% 業績也有個不錯的 就衝上來破頂 今天收報11.88 這支股如果抖一抖下來 又是去前浪頂附近 或者甚至11元邊 即是理想一些 這些股股 是一浪高於一浪的走勢 在這些市場裏 即是創造5.2周新高 兼有業績支持 有消息支持 都是比較理想的 由於這些股 我就不太定著目標了 但是我覺得這陣子 都不會太大貪 如果它落到11元邊 我估計12.5%左右 我估計12.5%左右 短線就差不多了 當然中長線 這支股仍可以看上去 更多一點 因為柬埔寨和俄羅斯 有些發展的 這些小型的股 不太對 有一支大型的股 可能適合大家 想想 它就是招商銀行 招商銀行今天升3.5% 事然它的業績比較理想 在內銀股裏面 有這個叫Double Digit 超過10%的盈利增長 都叫好東西 小商銀行今天 就是這樣的情況 盈利有10%多的增長 所以一次股價衝上去 它就是 少有地可以一隻 在內銀股裏面 一浪高於一浪一直在升的股 這支股 有機會 這一浪可能會升到44 43.5%左右 這些股市每次都在後低 去購買一些 因為走勢仍是一浪高於一浪 都挺好的 但是 最好就是比較低的水平 去吸納它 這些股市 只蝕就真的要定得低一點 不要一陣就震走了 這一天有一天大棍跌下來 大成交這一天的低位 這個低位大概36.5% 你定在這一天的低位之下 就先做止蝕 好了 除了這些 今天還有些什麼股呢 昨天跟大家說過 筆氣的母公司 入股這個 瓶置 是不是 那麼 刺激到的 筆氣 筆氣今天 就是19500的股 升3.4% 另外就是 恆子成分股 蒙牛今天創新高 蒙牛今天升3% 創新高 可以在這些市場 即市場比較悶的時候 蒙牛創新高 因為其實在消費股 都有一些不錯的 說到消費股 有一個叫保性 就是體育用品股 它是賣體育用品的 是預言的其中一間子公司 保性3813這個股 今天升4.4% 也是在創52週新高 它就相對於 現時的體育用品股 分別就是 它主要代理 Adidas Nike 這些品牌 PE較低 它就公佈了 其實上半年 它的營業額增長 就大概接近兩成 19點幾個% 它一季度 那時候的增長 營業額增長了 收入增長了 19點幾個% 接近兩成 純利增長了 是三成半的 市場就憧憬它 半年度 可能它純利 都會增長三成半 但它相對PE 是低一點 只有20倍 其餘那些 李寧 蒙牛的PE 李寧和安踏的PE 是比較高的 所以這股股 為什麼會衝到上來 就是 它交到數 憧憬它那個 盈利增長都比較好 而PE比較低 所以就升了上去 還有什麼呢 譬如說 最後講到 中糧 中糧肉食1610 這隻股 它是一隻豬肉股 大家知道豬肉價 亦都是比較高 其實法國偉說了 下半年豬肉價 價格都很難跌 所以這隻股 今天又再彈回6.1% 這些股份都是有消息支持 都可以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總結而言 大市比較悶 現在都在等幾樣東西 最快都今晚 歐洲央行議息 下星期三 美國議息 以及中美貿談 所以市就看得打橫閒 恆生指數再看一幅圖 打橫閒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衝穿 28000到29000之間的水平 但是資金 就流了去炒個別股份 所以個股都挺精彩的 有些股份都一直升創新高 所以大家的焦點 可能就放在個股身上 好過放在大市身上 如果你說我不喜歡玩這些 那你就繼續做 唐邊可 觀望為上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